各位網友 許尊老生常談繼續談話李敖 李敖寫給胡適那封信是很特別的 一個年輕人對自己崇拜的長者 往往是將自己心底裡最秘密的東西都說出來 但是不知為什麼他給胡適那封信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說了 使得這個李敖很多他不想告訴別人 都發心他自己的心裡有個詞在 所以他對這個人非常痛苦 一輩子都記得他的 這個人叫徐高淵 我給大家看看他這個人 李敖一輩子都是因為他寫給胡適那封信 是被他向外面發表的 這個叫徐高淵 一輩子都不原諒他 很難說的 的確不能夠怪李敖 因為這件事是他向一個人傾訴 那些私涵 你怎麼可以不問過李敖 就把他發表出來 這個是說他也不對 其實其中還有些事情是李敖 也都是他沒有所謂的 但是這些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他本身有幾件事 和他父親有幾件事他不想說的 李敖是一個很率直的人 我們不能對胡適那種 初初的對他的敬仰 把心底的話 不應該說的話都說出來 比如他說他的祖父 應該就是吉林人 吉林是東北一個地方 他的祖父是很窮的 做過叫花子 什麼叫花子呢 北方人呢 叫花子就是我們叫乞丐 又趕過馬車 又流浪過 他說呢 一百二十行之中呢 他差不多做了大部分 那就是換句話說什麼都做過了 最後呢 還當過土匪 那時候東北很亂 是很多土匪的 他有一次扶箱呢 中了蛋呢 被他當時在那裡 在山洞裡 他在那裡硬硬的聲音 就被一個村女經過 咦 有一個人在什麼 在那裡是囊的 這個很痛苦 他就去看 在山洞裡進去看過他 哦 原來有一個人受傷 這個呢 村女呢 就後來呢 成了他祖父 這個太太了 他救回她 他就娶她 這個村女呢 又好生育哦 她生十二個子女 一人一雙的 女兒又六個 兒子又六個 這樣一共有十二個子女 她父親呢 就是第二的老爺 哇 一家十二口 加上兩夫婦 十四口都幾難頂的哦 但是這個村女呢 的確是王夫啦 是不是 她居然呢 養大這幾個呢 還開了銀樓 哈哈 哈哈 但是她的祖父呢 因為什麼都做過啦 是不是 開了銀樓 那想一下後代呢 什麼 那當時呢 就是有人勸她哦 喂 你這個大義的兒子 讀得書的哦 送她去北 北京大學大學堂 那時候叫北京大學堂的 我有的 我有個白租父呢 就是北京大學堂畢業的 後來呢 來到這裡呢 有個叫馮文鑑老師呢 又是北大學堂畢業的 還有張香浦先生 就是國民大學的校長呢 又是北京大學堂畢業的 那張香浦老師呢 我父親的老師 到了一百歲才過後的 那我還見過她的 國民大學是她 一手創辦出來的 那所以呢 這個 是 當時呢 就是北大的前身 那個 做過土匪的阿爺呢 講起有道理哦 那結果呢 那個老爺真的進去了北京大學堂 就讀得書嘛 她讀得書嘛 她讀得書嘛 就進去了北京大學堂 可能要考進去 都不行了 她父親就讀得書 所以就在這裡讀完啦 讀完北大呢 啊 日本仔就佔領東深省了 她本來呢 是 吉林呢 是有工費來學生的 工費來學生的 給她出國的 但是因為加累多 又想幫她的老爸 她第二 已經自己 北大畢業了 大學堂畢業了 應該幫一下 那就沒有去 就留在北京 就是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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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親華北的時候呢 就 沒多久就 就佔了北平了 那就有什麼辦法了 那就跑不掉了 她有一方面要幫家了 所以呢 就留在北平 當時呢 就 日本人呢 成立一個敵艾 就是王精衛的政權 是不是 就佔領呢 就交給 這個王精衛打你 那麼呢 她呢 這個 這個 利盧的老爸呢 當時就留在那裡 就遇到這個王黑敏 王黑敏呢 就是一個 後來就 應該是槍敗了的了 就說這些是大漢奸來的 那麼她呢 就什麼呢 她呢 就給她做 替研 替研 禁煙局的局長 那麼後來呢 你知道日本人呢 一看到這個 藝政府呢 有些肥缺呢 她就想去勇 就說 這個 李敏的老爸呢 這個做局長的時候 貪空 結果查來查去查不到 那麼日本人呢 還是有些良心的 她就查不到 那就放他了 那麼這個王黑敏呢 覺得她 就是受了委屈了 那麼 升她做什麼呢 她查不到就沒事了 王黑敏也沒事了 做憨奸也沒事了 那麼她自己 就安定了 就再升這個 李敏的老爸呢 她的老兒嘛 她在家裡的時候 叫他老兒嘛 就做這個什麼 華北 她說 禁英國的局長 不太大了 是不是 所以李敏 整天想著她老爸 有很多錢 其實呢 到了一見 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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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軍名 入城的時候呢 她已經走了 她的老兒 帶了 李敏 一家 她就 去上海 轉到去 去台灣 就去了 去了 那在台灣呢 她又被她找到 她說 以前呢 馬漸山 在東北 打游擊的時候呢 有個證明 是叫她 派她的工作 就是 對付敵毅的 她說 李敏說 我不相信我老爸 會和馬漸山 會做好的 結果呢 那就沒辦法了 她就後來撿到 在北地畢業那張上面 後面呢 就來到台北呢 來到台灣 後來沒辦法了 住不讀下去了 直到去台中 就找回那張北地政司 畢業政司 去教中學 她就改名了 教中學呢 但是李敏知道 真的沒錢了 因為她到了的時候呢 她去教書的時候 逼不得已的時候 就知道她沒錢 真的了 後來呢 她爸爸死了之後呢 這個李敏呢 那時候讀大一年級 一年級 一年級 入了學呢 不知一兩天 就遇到爸爸過世了 她那時候呢 已經判疫了 已經入大學了 但是她一 李敏的人呢 很有聰明 讀書又多 她看課外書又多 那她就說 真的沒有一次呢 她很多 高中 初中 很多都失陪了 她沒有上課的 很多都在讀學的 所以她從來都沒畢業過 只有在台大 歷史是畢業的 我剛剛講過了 所以呢 李敏呢 在她爸爸死的時候呢 她認為呢 她那時候呢 爸爸過世了 個個就要聽她的話 她就拿著來做了 第一 這個不行奶 不叩頭 不燒衣 燒香 不做這些 所有這些 那些凡民族復節的 這個喪禮她不做 所以呢 就被她的 細宿伯啊 或者當地的人呢 報紙都罵她 說她有個不孝的兒子在那裡 她說 我一滴眼淚都沒流過 因為她說 我知道我爸爸呢 做了很多不等死的事 所以她呢 是不喜歡的爸爸的 那她都寫出來 所以呢 我覺得李敏鴻呢 有很多 是值得可取的 她人是很坦率的 她是說過那些東西呢 她真的做得到她才做 如果她是不喜歡那些東西呢 你怎樣都逼她 逼她不到的 那又很有趣喔 那當時呢 她 就是沒講她入台大之前呢 她在台中讀書的時候呢 她認識那個 叫做鹽喬 那個鹽喬就是誰呢 是鹽伏的孫來的 原來是共產黨來的 當時呢 在台灣很多共產黨嘛 她當時呢 李敏這個人 那個背叛呢 她認為呢 國民黨沒有希望的 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因為她看過這個日本人 對中國人殺戮這麼多 她一輩子呢 對日本人的仇患很深的 那我們將來呢 會講到這件事情 她的的確確確是這樣 她這個 給她的印象是很差的 所以呢 她對她的老爸呢 一點流眼淚 她差一點呢 就跟著這個鹽喬走了 走去投奔這個 所謂前進的新青年 因為她 共產黨可以呢 使得中國呢 會強大的 所以當時她已經這樣的 但是因為當時呢 她呢 她讀中學了 後來她搬到來呢 慢慢呢 她在台灣呢 染了這些自由思想呢 後來 加上胡適知 那些來的時候呢 她慢慢就脫離了 就沒有想過那件事情 其實她當時呢 她自己 寫給胡適知 我差一點就 如果有機會 我就去到頭了 但是這個鹽喬呢 不知為什麼 後來呢 她也不知道 可能是 當時的台灣呢 對這個 是叫做白色恐怖嘛 所以呢 嚴喬呢 也不敢露面 所以呢 使得呢 這個 李敖呢 想走 最慶的時候 最嚮往 共產主義的時候呢 突然間 停止了 她就慢慢轉向 一個自由放任的思想 這個呢 她也都不畏忌呢 說出來 所以呢 這個呢 是 李敖這個可愛處 那以後呢 李敖呢 就真是 聽到胡適這麼多 跟胡適講話 講了這麼多 聽到胡適的教訓之後呢 她真是成為一個呢 是 自由主義者 就是 一個呢 完全是 對於這個 國民黨 她當然是 認為她絕對腐敗啦 她一向都是這樣的啦 是吧 但是共產黨 也都被她呢 在胡適之鄉 自由思想下面呢 變成了呢 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她也都沒有再想過那裡 那麼後來呢 她為什麼又去大陸呢 這個就是原因來的了 因為她認為共產黨呢 使得中國強呢 是有她的本事 是被國民黨優勝的 就是這樣啦 今天呢 我們講到這裡 多謝各位